视频开始前,想问一下各位的冒险能力多少集呢?让我看看! 哈喽大家好,我是凉夏,相信最近小宫卡池应该有不少人抽取吧? 当时你可能武器卡池飞雷,有很多平民玩家会选择放弃。 这期视频呢,给大家推荐三把适合平民武器的选择测评伤害,看看他们的表现如何吧! 如果对你有帮助,希望可以点个赞支持一下,硬币还是留给更加专业的吧! 毕竟一个硬币是实经验,转发有无经验! 第一把金武功杖,同时先来看一下面板吧! 生物是四逆飞,还没有刷得好的追忆,所以这套也还可以。 0命的,天赋是996,生物的话是79爆击,168爆伤,面板还算不错吧! 因为我的小宫带的是四逆飞,搭配钟离会有更好的测试,第一发伤害是8348,最后一发是2.5万左右。 如果在班林特和云锦的加持下,伤害来到2.3万的第一发,最后一发是5.4万,这两者差距还是比较大的。 上大神,收收元神,进入圈子,每次牵到以及活动福利,还有更多游戏攻略等你来哦! 第二把是金武的弹弓,别跟我说你这把都没有吧! 90级几土攻击率是354,非常的低,主持条是31.2的暴击率,被动成是普攻和重击发射后,0.3秒内命中,增加60%的伤害,否则会造成下降10%。 和弓杖差不多的特效吧,这把武器唯一的缺陷可能就是白质太低的缘故啦! 没按法,它只是个伤心的武器。 这把武器呢,和弓杖相比也就是拥有比较高的暴击率,所以为了平衡一些,把双暴调整了一下,双暴来到90伤和200的一个暴伤左右。 同样先来看看弹弓的一个伤害吧,搭配中灵情况下第一发是6569,最后一发是2万左右。 如果搭配80特合云警,伤害来到2.17万,最后一发是4.8万。这也是我金武弹弓的一个伤害了。 第三把,破魔之弓,这把武器应该有很多萌新玩家没获取吧,这个需要再到期的海螺房子跟一个NPC开宝箱7天内获取锻造图纸。 我原配也是比较多,在锻造部使用2把金武,还剩下4个备杖须弥。 说到金武的情况吧,普攻提升32%的伤害,重击是24%。 这一点的话,和弓杖相比,放用心还是高一些的,在莽大招能量情况下翻倍,也就是164的普攻增伤啦。 如果你选择这把武器的话,那么最好不要携带4追忆,效果会大大折扣的。 先看一下吃莽被动金武的破魔伤害吧,第一发是7800,最后一发是2.1万左右。 然后看看全队增伤情况下,第一发是2.2万,然后最后一发是5.27万。 吃莽破魔的特效是64%,和弓杖版是80,效果是差距不大的。 但是如果大招能量没有满的情况下就是32啦,也就是和金一弓杖差不多吧。 伤害的一发是2万,最后一发是4.6万的一个伤害。 为了让大家更加直观的看到武器的差距如何,我也是分别写上了面板以及伤害掌势,供大家参考一下。 如果你有金武的弓杖无脑选择即可,如果你没有弓杖或是金一的情况下,可以选择金武的弹弓。 因为金武破魔没有吃莽特效情况是打不过金武的弹弓的。 总结下来,金武弓杖大于金武破魔,吃莽特效。大于金武弹弓,大于金武破魔没有吃莽特效,约等于金一弓杖。 总结呢,弹弓是真神器,在这些武器当中对比都是快满爆了。 我前面也是的生意物都是双爆在226-228的分数左右,非常的有参考价值。 好了,以上就是消弓的几把武器测评了,相信看到这里的各位应该都没有抽专武的玩家吧?不然你也不会看到这里。 如果你有看到这里,可以发个弹幕,证明你曾经来过吗? 我是聊夏,我们下期视频见,拜拜!